大家好,我是兰兰 我又回到楼房了 张哥出去办事就我一人 我就在这儿又吃又喝的 完了我准备出去,还去医院 一会儿下一个视频我告诉你们 去医院干什么 昨天我接了一个电话,所以我今天果断的去医院 我刚才正拆开递呢 因为这两天没在家嘛 来了一堆快递 我就看到这个了,因为这个呼吸我是给我妈订的 我妈呢老说她腿疼最近 她呢岁数大了嘛 八二多了嘛,所以她肯定比我厉害 我前日子不就走路嘛 给乞丐伤了,我在这儿还特别的感谢粉丝 我最近老反省这件事 为什么我那么固执,那么多人 说我都不听劝 我就相信了一个人,结果呢 也许是我看走眼了 后来 我就吃这个软骨钙片呀 然后包括带那个 艾草的 就是那个呼吸 它就是比较薄,比这个薄 就白天晚上都带着 就睡觉不带啊,那个呼吸 然后也抹那个透骨膏 吃钙片 后来就,不是就有点僵吗 倒没到疼 我也上中医院拿了好多药 泡的药,吃的药 但我都没坚持 也没吃 那扔着呢 可是最近哈 它就突然间的好了 我觉得就跟我那个平常的这个 就是让它别着凉 吃钙片 或者都有关系 因为最近我又开始加大运动量了 就那阵子就是休息 反正说你别老走 所以我就走的相对少了 然后最近呢 我说不管它了 我也不带了 我也怕老带着那呼吸会有依赖 毕竟还年轻 我也不带了 我就穿秋裤了 原来这个季节我肯定是不穿秋裤的 但现在我觉得年龄大了 还是要护着点腿 就穿着秋裤了 就一点感觉都没有了 包括皱的感觉也没有了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自己 又慢慢缓过来了 然后加上你饮食啊 各方面的注意一些 她说我妈不行啊 她岁数大了 后来我就给她发了几个照片 她就说要这种厚的 你看这个 毛茸茸的 我这两天赶紧给她送过去 而且我觉得她这个吧 好吧 就是你看她下面吧 这块 就是绷着小腿的 就特别细 而且长 我想她能固定的很稳 上面呢 这是粗 就绷着大腿 上面不粗吗 而且呢 你看她这个松紧 她上面跟下边是两层的 下边会更紧 就是我们带呼吸久了以后呢 最烦人的 她就是爱秃鲁 爱掉 就可能你用不了一段时间 这呼吸就滚一番屎了 它会掉 我也看有的人 就是转这么一圈 给她拿那个哈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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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绳 这么给她绷上 能勒住就防止它掉 但我感觉这个哈 因为这是新的还没到 可是我感觉看上去哈 应该好得多 你看 它下面也勒着 上面也勒着 而且这个也不贵 二十多块钱 啊 就这么一对 二十多块钱 就是你比如说你骑车 早上起来天冷 或者说 反正总而言之 不管年轻人哈 还是老年人 都要保护好膝盖 膝盖将来我们就照这个腿啊 运动啊 所以呢 嗯 就提前哈 现在还虽然没有到冬天哈 我们背上 什么时候冷呢 你就带上点 你也别怕难看 身体呢 比什么都重要 好吧 我把它呢 挂在我的视频下方啊 那个链接 还有我的橱窗里面也有 希望朋友们呢 就是保护好咱们的膝盖 有个好的身体 健健康康的 每天出去留卫 好吧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咱们好物分享 哈 反正我呢 分享好物就直 就就就 也不轨而摸角的 就就就直接说 啊 有需要的呢 您就买 不需要的 您就划过 好吧 也别浪费钱 好 这期就分享到这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请点赞 关注哦 etzt 字幕后 危amb